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習近平在報告中 總結了他過去十年任期取得的所謂成就 並提出未來的工作任務和目標 報告中所謂改革開放出現的次數比以往少很多 安全一詞出現50次 其中國家安全17次 鬥爭第17次 此外 習在報告中再次提到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 學者董立文認為 有些人推論中共明年3月會解封 他認為這太樂觀 中國目前面臨重重危機 包括人口老化 經濟下滑 房地產不振 金融系統脆弱 防疫帶來的次生災害頻傳 幾天前在北京四通橋上發生了抗議事件 民眾反對核酸 要人權 西方媒體普遍預測習近平將連任進入第三個任期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認為 中共這個體制已經徹底腐爛 誰上臺也無力回天 新唐人電視記者夏敦侯 洛雅流芳 陳輝謀採訪報導